在文法之前,请各位分享自己的东西 为了利益一切的勇气,希望长期获得不多的鼓励 所以今天的一个东西来今天听着综艺的内容 请大家翻到十四页 第五,彼佛沙宗 定义 不承认自正而主张外境时有的宣说小胜宗裔者 就是彼佛沙宗 亦亦为说分别不的定义 这就是他的定义 这里面有一些 中文里面有一些没有翻译出来 藏文里面是这样的 按照藏文来讲的版本 第二 分别讲说分析 我直接翻译 嗯 彼佛沙宗 讲说彼佛沙宗 讲说什么呢 经过宗 讲说为时宗 讲说我自信宗 等四 按照藏文的原本 按照藏文的原本 版本来讲的话是见的 那然后这些也没有翻译出来 不知道是为什么 第一 第一 讲说 这是第五章 初者 也就是第一 那他的定义 他的定义 才到这里 定义呢 定义呢 一切法都是实有 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 古章上面呢 就是宣说 小臣的宗义者 叫做什么呢 彼佛沙宗 那这个彼佛沙宗呢 它是 范尾的中文发音 那他的含义呢 他的内 他的就是 解释的话 就是分别度 或者是分别中 或者是分别度 好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他的定义 那他的定义呢 我们可以 从三个角度来做解释 意思就是说 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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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種裏面的自證現前,它是根本不承認的。 那其餘的三種它都承認。 第一個條件就是簡。 第二個條件呢,唯實派他們承認的這個外境。 他們說是無外境,對不對? 但是他承認有外境。 那然後第三呢,就是一切法都是實有。 都是地實有。 那清楚一點的話呢,應該要說地實有。 一切法都是地實有。 所以呢,要具備這樣的三個條件。 那具備這樣的三個條件的呢,就可以說是皮薄沙中,或者是皮薄沙師。 這樣。 那首先這個自證啊。 自證呢,你們都學過。 這個心內學,對不對? 那我再解釋一下。 這個自證。 自證現前呢,首先我們看一下在四大宗派當中, 那四大宗派當中, 承認自證現前的, 就是教派呢, 分為自證和應成派。 那然後自證裡面呢, 又分為什麼? 於且行、自證派。 那然後, 什麼? 經不行, 就是有連種。 自證。 那於且行, 這個什麼? 自證派呢, 他承認這個自證。 所以說, 佛教的宗派裡面呢, 有三種的美派, 他們主張自證。 他們說, 有這個自證現前。 那其餘的不主張的呢, 就是皮薄沙宗, 自證派的經步行自證派。 也就是說, 什麼? 什麼? 親辯論是他們啊, 親辯論是他們, 根本不承認什麼自證。 還有呢, 中官應成派, 他們也不承認這個自證現前。 所以說, 有三個教派呢, 承認自證現前。 三個教派不承認這個自證現前。 好, 那我們對自證現前。 好, 那我們對自證現前。 好, 自己指定的心法。 只能說, 心法, 它不是心, 也不是心所。 它不是心網, 也不是心所。 它的內部, 也就是說, 它的分類當中, 它也不包含任何的心和心所。 它只不过是一个建议 既不是新王又不是新所 这样的一种新王 那我看到有一些 中义的解释里面 它说自尽先前 它是一个新王 那这个应该不是 应该是讲错了 它既不是新王又不是新所 但是它是一个新所 而是新法可以这样说 好那自正 自就是自己的意思 正就是了解了物的意思 自己了解自己 所以呢 它字面来解释的话很简单 自己了解自己 自己了解自己 就是心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心法 能够自己了解自己的心法 那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法呢 这个呢 我们可以从 这个 什么 可以从什么呢 就是 人 或者是什么 来可以证明 比如说 一个人呢 他可以 什么呢 他有两个的什么 这样的一个作用 第一 能了解外面的对境 第二 能了解自己 所以 他有这样的两种了解的作用 也就是说 一个人 他有外观的作用 内观的作用 有两种 那同样的 我们的心 它也有两种的作用 外观 内 外观对境的这个作用 内观 自心的作用 就是有两种 外观对境的作用 就是这个心 所谓的这个心 内观自心的作用 它就是 它的名叫做自尽现成 不管什么样的心法 也就是说 反式心法 它都有两种的作用 第一 外观的作用 第二 内观的作用 外观的这个作用者 就是他自己 内观的作用者 不是他自己 但是 是他的体系 这个名叫做什么呢 内观的作用者 内观就是 他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 了解的建的一个作用者 这就叫做什么自尽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的心 当他了解外面的这些事物的时候 我们的心呢 我们的心呢 我们的心有两种的作用 第一 他能了解什么 外面的这些 什么 屏住 等等 这些 眼睛看到的 或者是耳朵听到的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感觉到的 等等这些 对不对 那这样的作用者呢 其实呢 这个心 他自己 就是 外观的 那 这个心 他既然 能了解 这样的东西 外面的东西 那这个心 说是存在的 对不对 那 有什么样的 东西 可以证明 这个心 是存在的 所以呢 唯一使派他们 就什么呢 主张了一种心法 这个心法呢 就叫做自证 他说 自己了解自己 自己可以证明自己存在 自己可以证明自己存在 如果这个自证现前的东西 不存在的话 那自己没有办法证明存在的 所以自证的意思是建的 那然后再举个例子的话 怎么讲 看到颜色的 看到白色的眼视 看到白色的这个眼视呢 它有两种的功能 第一 第一 外观的功能 第二 内观的功能 就是有两种 外观的功能呢 当然就是他自己 也就是说 看到外面的东西的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 也就是掩饰他自己 那然后 内观的意思呢 那这个眼视 存不存在呢 当然存在 那存在是谁来证明 它就存在 所以这些主张 什么呢 不是建的 谁来证明呢 所以 他们说 自己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个证明的心房呢 就叫做自证现前 他有 他有 那一关 自己了解自己的一个 作用 譬如 不太脆弱 他不仅是了解 外面的东西 他也可以了解自己 就是跟这个一样 但是了解自己的这个心房呢 他根本不是自己 又这样讲的 又这样讲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呢 就跟这个一样 我了解我 我了解我 我们讲到这个时候 好像是 什么呢 所了解的我 和能了解的我 这个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不能这样讲 就好像有一个什么呢 虽然是体性医 但是他们有两个东西一样的 虽然都是我 但好像是有两个东西 有两个我 所以唯一使派他们认为呢 这个内观的作用者 虽然他了解自己 但是他不是自己 内观的作用者 也就是说 掩饰 能了解掩饰的有一种心房 然后呢 我们讲到这个颜色的时候 什么呢 看到颜色的颜色 它有两种的作用 第一 能看到外面东西的作用 能看到他自己的作用 有两种 能看到外面的作用者 当然是这个颜色 那他还有一个作用 颜色 能看到他自己 颜色的一个作用者 虽然这个作用者不是颜色 但是跟颜色是仅性一的 这个作用者呢 就叫做什么 自正现前 因为他了解他自己 好 这个就是承认自正现前的 这个 不是 自正现前的这个什么呢 自正现前的这个一个解释 不是说是解释吧 那然后 那为什么 我们讲到自正的时候 国家的三个宗派呢 他们说 没有自正 那三个宗派呢 他们说 有自正 那我们必须要讲出道理 对不对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你为什么说不承认 你为什么不承认 你为什么承认 你为什么承认 这是有两种的原因 那 金布宗 还有维时派 于且行 中国自虚派 他们三个宗派呢 他们三个宗派呢 为什么承认 这个自正现前呢 那他们认为 我们的这个心 它是存在的 那存在的理由呢 谁来证明 也就是说 谁来证明 它是存在的 那如果没有任何的东西 能够证明这个心的话 那这个心 也就 什么呢 变成了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们认为 叫做自正现前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可以证明心的存在 因为这个心 它能够了解自己 也就是说 心的一分 也就是说 它的一部分的作用 内观的作用者 它了解自己 心 所以他们呢 就是 主张了 这样的一个 叫做自正现前的 这样的一种什么 心法 那这个心法不存在的话 那所有的心 就没有办法安利了 他们的原因是见的 原因是见的 意思就是说 要一个东西 要一个东西来 证明 新的存在 那这个呢 只有自正现前 来证明 新的存在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那心它根本没有办法 就是安利了 所以 他们 就是说 他们呢 他们的主张 什么呢 这三派主张自正现前 是存在的 他们是主张自正现前的 所以主张自正现前的原因也是见的 究竟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见的 好 那 不成许的这个部分 不成许的这个部分呢 什么 提菩萨宗 还有呢 经不起 中方自虚态 还有呢 英臣派 这个三个宗派呢 他们不承许 这个什么 所谓的这个自正现前 那为什么呢 这个呢 要分别的讲 那 皮菩萨宗呢 他们为什么不承认自正呢 因为他们认为 心 也就是说 心 心 也就是说 什么 呢 所谓的这个心呢 它根本没有一个 像 就是形象 它承认什么呢 五像 五像的意思就是说 什么样的东西 任何的东西呢 任何的东西呢 没有办法呈现在这个心里面 没有办法呈现在心里面 那呈现在哪里呢 它会呈现在什么样的东西上 它说 就是根的善念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对静 就是这样嘛 怎么讲 静 根 是三种 对不对 静 根 是三种 一种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它才会产生一个什么呢 所谓的这个 是 完整的一个 如果没有 静的话 对静的话 那根和是 是没有办法 什么 形成的 那如果有是 但没有根的话 也没有办法 这个什么 存在什么 对静 根 这些的 所以呢 静 根 是三种里面的 这个静呢 毗婆沙宗他们认为 它不会呈现在 是 这个中 是里面 意识当中的 那它会呈现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这个 对静的时候 它会呈现在 没有呈现在 没有呈现在是 那会呈现在哪里呢 它说 它只是呈现在根 也就是说 不共真善元的根 那个当中 所以这个根呢 就是它 在中间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对静呢 它会照射在什么 呈现在根的上面 不会呈现在是里面 为什么 因为这个根 挡住了 没有办法呈现在是里面 就像一座山 我们的眼睛这样看过去的话 后面的这些东西 山的后面的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没有办法看到 就像这个一样 所以说 他们呢 把这个 什么 眼根 那个五根 六根 这个六根呢 当作就像一个 什么镜子一样 那六根对峙 色身相畏处罚 这个六根对峙呢 它们只呈现在 什么样当中呢 眼耳鼻舌身 是 这个上面 不会呈现在什么呢 眼是 耳是 鄙是 什么 还有舌是 还有呢 身是 意是 这个六种当中呢 它们不曾经呈现任何的东西 所以 它们说 是 是无相的 心是无相的 所以 自证 这个东西 它们认为是 不存在的 为什么 自证的意思呢 自己了解自己 自己 呈现自己 所以 它们认为 心没有办法 自己呈现自己 为什么呢 心本来 心本来 它就是没有什么的像 所以说 它们不呈现这个自证 的原因是 这样的 如果假设 有自证现前的话 那自己可以呈现自己 所以这样的话呢 自证现前 当然它应该是一个心法 那心法 那心法 里面呢 能够呈现在 呈现一个心法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变成了什么 心法 里呢 可以呈现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 它们根本不承认的 不承认的 所以说 我们看到 一个漂亮的花 的时候 那这个花 它会呈现在 哪里呢 皮婆沙宗认为 只呈现在 眼根里面 不会呈现在 掩饰里面 他是证明 为什么眼根 挡住了这个花 没有办法呈现在 掩饰里面 就像我们眼 就是就像一座山 挡住了我们眼 就是什么呢 眼睛看到的什么 山后面的这个东西 就跟这个一样 所以它们不承许这个什么 自证现成的原因是 那然后 中官英臣派呢 它们为什么不承认自证现成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们说 如果有建立一个心法的话 那 自己 什么呢 自己 自己 呈现自己 自己 能够了解自己 那这样的话呢 它们就是用 三种的批语 来推翻这个什么 主张自证现成的这个中派 它们是怎么推翻的呢 中官英臣派呢 就用这样的三种的例子 如果有自证现成的话 如果有自证现成的话 那 为什么不是 他们说 为什么没有自证呢 因为 因为 这个灯 它在明亮也不一定 不可能是它会照射自己 那然后 如果 刀子 如果 它在 什么封列 也不可能 它自己扛到自己 第二个 这些批语呢 人 它有 在更高的这个技术 也不可能它起在自己的肩膀上 所以 所以 它们就是用三种的一个 那个批语 然后推翻什么 这个 没有自证现成 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自证现成的话呢 那自证的意思 自己了解自己 虽然 它们也承认 英诚派 它们也承认自己了解自己 这个是承认的 但是 它们说的 如果你承认自己了解自己 见了一个观念的话 那为什么会变成肩呢 就是锋利的刀 它会砍到自己 为什么肩呢 因为 皮婆沙宗他们认为 这个自证现成呢 不是啊 维使派他们认为 这个自证现成不仅是存在的 然后呢 在自信成立的一个 主张上面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 他们说自证是存在的 所以主张自信成立的一个基础上 承认自证现成的话 那这样呢 中方英诚派是它肯定不承认的 那如果承认的话 就变成什么呢 就是人自己会骑在自己的这个 这个尖管上 刀它会砍自己 那灯它会照炼自己 就变成这样的 有这样的过失临时 好所以呢 那自虚派 那自虚派为什么不承认 我现在 也不太清楚啊 这个为什么 金布中 金布中什么 金布行 自虚派他们为什么不承认这个 自建现成呢 那应该是跟这个毗婆沙宗一样嘛 原因应该是建的 所以自证它是一个建的一个心法 那然后三个宗派为什么他们不承认这个什么自证的原因也是这样 那三个宗派 另外的三个宗派 他们为什么承认自证的原因是建的 那不管怎么样呢 自证的这个心法 那我们再简单来讲的话 反是 任何的一个心 它有外观的作用和内观的作用两者 外观的就是他自己 内观的就叫做什么 内观的作用者就叫做自证现成 好 第一个条件 所以呢 这样他就是不会承认的 那毗婆沙宗是不承认这样的一种心法 那然后这个是不承认的部分 要排出的这个部分 那然后 嗯 成立的这个部分呢 成许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他承认外境 还承认一切法是必须有 那外境呢 那外境呢 我们一般就是最普遍的讲法是这样的 外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分分的 每一个事物 每一个事物 就是任何的一个事物 它的形成呢 它不是偶尔的呈现在我们的心里面的 那它开始形成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叫做无分分的微尘 这个呢 就是最微细最微细的 我们的肉眼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那现在的这个科学的机械什么 万眼镜也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个什么 最微细的一个 微尘 无分分 它叫做无分分的微尘 那这样的无分分的微尘呢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这样累积起来 那变成 比如说两个 那然后三个四个五个这样累积 那然后呢 就变成了 就什么呢 能够什么 这样合合而形成的时候 那变成一个什么呢 呈现在我们的掩饰当中 或者是意识当中的时候 那我们才知道它是存在的 或者是我们能了解是 它是有的等等这样 所以他们说 任何的一个事物呢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无分分的微尘 一个一个一个的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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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累积而形成 之所以呢 他们认为是外境存在的 意思就是说 事物的形成 它并不用关带我们的意识 事物的形成 比如说 这个 什么呢 一个石头 一颗石头的它的形成 它的存在或者是它的形成 用不着关带我们的心法 心或者是心所留下来的这个 习气 那它的形成是怎么样呢 外面的 石头的这个因素 就是无分分的 什么微尘 慢慢慢慢慢慢的 累积一个一个一个的 累积 然后形成一个大的石头 我们看到一个 能看到的 能够看到的 眼睛能够看到的 这个石头 所以这样的形成呢 它只是外境的 外境的 外面的因素 而形成的 它不是什么呢 我们的心演变出来的 所以他们说 任何的一个 法呢 用不着 关带心的演变 而它可以在外面的因素 慢慢慢慢的可以形成 这个就叫做什么 外境 那提到外的时候 那内是什么呢 内当然是心 不管在内在的心演变 而外在的因素 慢慢慢慢的累积 而可以形成的 叫做外境 那承认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那就叫做什么呢 承许外境 那不承许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那就叫做什么呢 不承认外境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进一步的看一下 那这个所谓的外境和无外境呢 外境它呈现的中派有哪几中 那不承认的有哪几派 但是外境和无外地是什么用的 它承认的有哪几下 那这个外境是承认的有哪几色 covenant 提婆沙宗 然后再加上金布宗 然后再加上 金布行自序派 然后再加上东方阴城派 这个四个宗派呢 他们承许外境 承许外境 那中官 不是唯实派和 还有 于且行 中官自学派这两派呢 他们说没有什么外境 他们是认为无外境 无外境的 那这个称许的部分啊 中官 英秦派呢 他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现在 我们就不讲这个了 那不管怎么样呢 这四个宗派 他们就是承许外境的存在 那其中 不是其中 这个 唯实派和什么 于且行中官自学派呢 他们不承认外境 他们说没有外境 那刚才是为什么 那他们为什么说没有外境呢 那刚才是什么 皮婆沙宗他们为什么承认有外境 意思就是说 他们说任何的事物都不是我们的心演电出来的 用不着帮带我们的心 他的存在用不着帮带我们的心 他的心情也用不着帮带我们的心 他指示什么呢 无分分的这个微情的因素 慢慢慢慢的一二三四件的行程 他就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东西 就是件 所以他们承认外境的原因是件 用不着什么呢 不需要一个法的存在或者是行程 不需要帮带我们的心 而它可以另外的因素 而可以它变成形成或者是存在形成之间 那中什么呢 唯师派为什么不主张这个外境呢 他们说没有外境 为什么这样说 他们呢就是根据《十地经》里面呢 我们有讲到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三界唯有心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法 都是我们的心演变出来的 都是我们的心演变出来的 没有一个是什么呢 无分分的这样的微情 一点一点一点累积而形成 这个是根底不存在的 他们是不承认的 尤其是他们说 没有什么一个无分分的这个微情 所以他们认为 不存在这个外境 那然后这个雷野精 什么雷野精还是什么 什么精里面呢 也有讲到这个五外境的这个原因 五外境的原因是什么呢 另外的一种原因呢 就是比如说 平子 柱子等一等呈现在我们的演示当中的时候 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呈现 那所呈现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那为使派他们认为 以前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演示的先前的这个事 它留下了在我们的什么呢 阿雷耶 阿雷耶 阿雷耶士 相当中下了一个习气 那这个习气呢 它受到了外在的影响的时候 它就会觉醒 成熟 成熟的时候呢 同时会我们的演示生起 那演示生起的时候 同时就会看到外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外面的东西是存在的 外面的东西存在不存在呢 就必须要依靠我们的这个心 如果心它没有看到外面的东西的话 那没有办法承认外在的东西是存在的 那心又从哪里来呢 他们说心就是从习气成熟而产生出来的 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一切法都是心演变出来的 意思是见的 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内在的心演变出来的 而不是什么呢 一个什么无方分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微情 它一个一个的这样累积而形成的 他们根底部成熟 所以说一切法都是什么呢 然后这个无外境的什么 微石派和什么 与其形中光自虚派 他们不曾经外境的原因是一样的 好那第三个 石友 讲到石友的时候呢 这个石友 无石友 这个只有什么 这个石友呢 承认的石友的意思就是 他们承认中光派的 就是无石友的这个相对 无石友的这个相对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到中光的时候我们就再提示 石地石友 那中光派呢 自虚派和阴晴派呢 都承认一切法都是五地石友 有地石友 但是 有部派 那金部派和批破沙宗呢 他们说一切法都是有地石 地石友 都是说地石友 那维石派呢 那维石派呢 他们把这个法呢 一切法就是设为三性三五性 也就是说 一他其 原成石 那然后 变迹所值 这个三法 那三法当中呢 一他其和原成石 这两个呢 属于地石友 那变迹所值呢 他们认为不是地石友 而是五地石 就这样 所以有区分的这个维石派里面 好 那有这样的三种特点的 什么呢 宣说佛教的宗 宣说佛教宗义者呢 这样的宗义者就叫做什么 皮菩萨宗或者是皮菩萨师 所以我们从它的定义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条件呢 第一个特色 也就是特点呢 就是排出的这个部分 那后面的主张外境和主张地石友 就是成立的这个部分 成许的部分 所以排出的部分 就是有一个 那成立的这个部分呢 有两种 所以呢 就是三个条件 第二排扁 请念一下 皮菩萨宗分为 加斯尼罗皮菩萨 日下皮菩萨 中原皮菩萨三排 好 那排别呢 有两种的这个分类 那第一呢 就是区运 以区运的角度来分的话 就是有三种 三个分类 士尔罗皮菩萨宗 日下皮菩萨 那然后呢 中原皮菩萨 就是有三种 那这个三种呢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区运的 这个 不同的这个原因 士尔罗皮菩萨呢 那边就是 也就是说 印度的这个什么 北部 印度的北部以外 这些皮菩萨宗呢 那边就是什么 士尔罗皮菩萨师 是吧 中 那然后 在印度的东部一带的 皮菩萨师 那边叫做什么 日下 这个什么 菩萨 那然后在印度的中原 中原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 这边就是中原的一带的 那边就叫做什么 就是中原的皮菩萨 就是这样 这个是三种的分类 那然后呢 有十八 就是四根本 十八部的这样的一种分类 这个呢 根据 根据什么 根据 就是阿舍里 调福君 调福君 我好像是调福天 调福君 对 调福君 他的说话 调福天 应该是 阿舍里调福天 那他说呢 就是在佛陀元祭后的一百一十六年 或者是一百三十七年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根据的这个四部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的小城的宗派 身为独觉 这些小城 身为独觉 这些的宗派者 他们就产生了什么呢 就是 出现了四种 就是四根本的这个宗派 四根本呢 然后四根本呢 宗派呢 又内部 就分成了什么 好 首先呢 四根本 四根本部呢 就是这样的 大众部 然后 然后说一切有过 第三上座部 第四正念部 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根本四部 那然后慢慢的这个根本四部里面呢 首先大众部呢 它内部又出现了不同的五个宗派 就是 那然后 然后同样的说一切部 它们内部呢 又出现了什么 七部 就是 见解上是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 什么呢 见解 应该是见解吧 应该是见解的不同的缘故 还是什么 不知道 就是 出现了这样的八部 七部 那然后上座部 它内部也出现了三部 不同的三部 那近念部 也同样的 内部出现了这样的 不同的三部 所以呢 总共 什么呢 根本四部 然后再加上 其实分别 也就是说 内部的这个分别呢 就是 皮婆沙 中十八部 或者是 小成身为十八部 身为十八部 应该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点了 时间到了